GAMEPHK 大家好,歡迎來到GAMEPHK 這次我為大家玩這隻 刀劍神域的虛空幻界 不過我不是玩故事 而是講一些攻略性 例如一些漏洞、裝備 在哪裡打的資訊 這次我為大家講的是 強化方面的小漏洞 先講一些 如果強化失敗 又不想失去的材料 直接關掉遊戲 然後進入就可以了 它就不會減少材料 有很多材料都很難打出來 跌補率很低 又或者打完任務之後 材料都是比好少 比一兩塊 有了這個漏洞之後 大家在強化方面就舒服很多 大家就可以看看 我現在這把單手劍 所升級的需要材料 就有這個 安格萊礦石 瘦種的牙 還有這個 柯魔種的尾羽毛 我們正是用抗石來講 我現在抗石的倉庫有95顆 身上持有數就有1顆 但是升級需要的材料就需要4顆 即是我稍後強化的話 持有數1顆會變成沒有 然後還欠3顆就要在貨倉裡拿 即是我強化完之後 正常的貨倉應該只有92顆 這個漏洞在哪裏呢 這個漏洞就是 只要我們強化之前 將所有需要強化的材料 首先全部放進倉庫裡 全部放進去 身上是0 然後就拿1顆出來 就像外交一樣 持有數拿1顆 礦石拿1顆 隻崖拿1顆 魚毛拿1塊 然後強化它只會扣1塊 只是扣1顆 那貨倉就不會動 現在就強化一次給大家看看 實質試一次給大家 大家會更加容易明白 失敗成功都沒有所謂 因為失敗成功 它都會扣材料 大家可以看到 我的抗石 原先是有一顆在身上 現在沒有了 但是貨倉依然都是95顆 沒有變過 咦?不是啊 為什麼尾魚毛 反而多了一顆 咦? 這麼厲害? 真的 真的有漏洞 我現在都在爬頭 突然多了一條魚毛 而且貨倉沒有變過 真是古靈精怪 不知道是怎樣 大家用這個強化方法 就舒服很多 打消很多材料 浪費很多時間 可以將時間 拿去打其他裝備 或者升級等 這樣 強化的分享 就先講到這裡 如果喜歡這段影片 就按個讚 還有分享給朋友 還有一些小漏洞 或者一些攻略 我這裡也會再拍影片 告訴大家 這次就先講到這裡 我們下次見 拜拜 拜拜 我有黑色 白色 藍色 我有木紋 蛇皮 窩奇 還有風景 抽象 想怎樣 漂亮 忍不住 上去Everything 多看什麼新款 先生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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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